品科技聊经济 大家好 我是猫眼 在小米的发布会上 雷军终于官宣小米要造车了 有人说 现在的智能汽车就是一部大号的手机 再加上四个轮子 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在发布会上 雷军大致只是讲了下 决定要造车的前后的纠结这个心态 那对于怎么造车 造什么样的车 代工还是自营等等的细节问题 则是只字未提 那我们从整个汽车行业的角度出发 来一窥小米的造车之路 是一片坦途还是危机四伏 欢迎观众网友的频道 先来的话也可以翻翻起的内容 咱们先来看看艾瑞咨询的报告 2016年中国的智能手机出货量是5.2亿部 之后一直处于下滑状态 而去年的直接是只剩下三亿部了 出货量几乎是腰斩 从宏观上来说 手机的行业的环境是在不断的恶化的 纵使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 小米的市场份额已经是位立了第二名 但在整体出货量萎靡的情况下 其成长空间也是很有限的 也就是说小米几乎都快摸到了自己的天花板了 所以小米在这种情况下 也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增长机 造车似乎从市场角度考虑是个不错的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2020年11月份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这个文件 其中就有一条说到 2025年新能源汽车 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 如果单说20% 你可能感觉没感觉 我们就来对比一下现在 2020年新能源汽车销量 占中国汽车销量总量的5.4% 也就是一年只卖了136.7万辆 根据深港证券研究所的一个预测 到2025年 中国的电动汽车的销量 预计将达到630万辆 销售额可以达到数万亿 在5年内 这是一个预计翻4.5倍的庞大市场 想想都有点小激动 即使拿到其中的一小点份额 都足以支撑起小米的未来发展 既然国家给政策 未来的成长空间又非常大 手机业务又增长乏力 小米的发布会上雷军说 最终下定决心 造车是因为米粉的支持 但总而言之 在这么多方因素的影响之下 似乎电动汽车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拥有互联网基因 和研发基因的小米 似乎觉得造车也不是啥难事 所以造车应该是小米 被迫之下的顺势而为 既然大的方向上 小米已经定好了 那小米的未来 造车之路真的会如同 做手机一样 会顺风顺水吗 我们先来看看 现在的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现状 咱们就单说新能源汽车的整车企业 就包括了新势力车企 比如小鹏 蔚来 理想等等的 和传统的新能源车企 比如比亚迪 吉利 长城等等的 还有外资品牌 特斯拉 宝马 大众等等的 甚至连阿里巴巴 华为 苹果 索尼这些公司 都以各自的方式 进入到这个市场 因为谁都不想 比时代所落下 对于传统车企来说 智能汽车 将成为新的利润增长机 必须要去布局 而对于互联网大佬和新贵门来说 智能电动汽车将会是一个新的流量入口 流量就是互联网企业的命脉 哪里有流量 哪里就是必争之地 而作为拥有互联网基因的小米来说 智能电动汽车 就是必须要占有一席之地 可以说这个领域已经是群雄逐鹿了 小米如今才入局 与同样拥有互联网基因的同行相比 就有点显得迟钝了 但小米虽然入局晚 但也是有些底气的 首先就是有钱 小米的现金储备就有1080亿 先期拿出100亿 10年内再追价100亿美元 乍一看这确实是大手笔 但是放在新能源汽车行业 我们再来看看 就拿新能源汽车的三件课 未来小鹏和理想汽车来说吧 截至2020年末净投融资额 分别是835亿 458亿和362亿 也就是说今天未来已经花掉的钱 已经超过了小米 未来10年的准备的投入资金 就连投入最少的理想汽车 也已经烧了362亿 就连一辆车都没造出来的 恒大汽车 两年间都已经投入了474亿 所以从同行的情况来看 雷军所说的100亿人民币 再加100亿美元 显然是规划的有点少了 这下咱们也大概的能理解 当年一腔热血要搞汽车的甲跃亭 为啥穷的只能成为老赖了 这个行业的投资 100亿只能算是入门的门槛费而已 这个行业中 特斯拉已经成功的实验出了 智能电动汽车的可行性 但要在这个行业中分一杯羹 就必须在某一个方面有过人的特殊性 或者是提供超额的投入 显然小米并没有打算在资金上进行超额投入 甚至可以说在资金投入上还有 实际上略显不足 再者此时造车到底晚不晚呢 从政策上来说 还能享受国家的政策扶持 可是当小米真的把车造出来的时候 市场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毕竟造车与做手机不同 汽车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手机的 手机过热会有爆炸风险 你还可以更换电池 降低频率来解决 汽车的这种风险 必须扼杀在摇篮之中 否则一起事故 就可能让你几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所以汽车的严谨性 与小米擅长的娱乐家电产品 不可同日而遇 所以这种时间的投入也会更长 假设小米的第一辆原型车下线 可那时传统车企和新贵车企们的 恐怕已经开始扩张成熟的产线了 面对众多的品牌 小米如何脱颖而出 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小米投钱没人家投的多 又没有啥后发优势 拼啥雷军就觉得自己能把这事干成呢 这其实还源于雷军在发布会上 所说的两点 一个是其拥有数量庞大的品牌粉丝 另外一个就是具有一万多人的研发团队 这些都是现成的 也就是说 强大的研发团队能够确保把车搞出来 庞大的粉丝群体 能够确保把造出来的车都能卖得出去 这是雷军的底气所在 但这个研发团队不禁要打个问号 整个研发团队强项在于交互系统 智能手机智能家电领域 可是转行到研发汽车部件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雷军的发布会上也说了 要设立全资子公司来做这件事 所以综合几方面来看 这个整车的硬件部分 大概率的还是要对外进行外包的 而人机交互系统 智能系统 外观方面很可能会自己来操刀 估计小米造车的路线会沿用做手机的方式 未来的智能电动汽车在自动驾驶方面 相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 但这种自动驾驶技术也不是砸钱就可以的 这需要大量的数据去喂养人工智能 需要大量的数据测试作为支撑 而大量的数据测试 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时间 小米最缺的恐怕就是时间了 根据自动驾驶汽车道路测试的情况 百度无论在哪个方面都走得了最潜力 很可惜这里边并没有小米的身影 所以自动驾驶造车必选项 小米到时候恐怕也是拿来主意 整台智能电动汽车留给小米的核心 恐怕就只剩下了人机交互和外观了 只是我不知道这样在手机交互上做到极致的小米 把极致交互移植到汽车身上的时候 还能不能把它当成汽车的核心卖点 只能拭目以待了 当然作为数量庞大的米粉而言 总会有很多真爱粉 愿意为自己的雷布斯预定一台小米汽车 相比于小鹏 理想和蔚来汽车而言 小米天生就会有数量庞大的客户群 这是他们所不能比的 只是这样的小米汽车在吸引米粉之外的客户群体的时候 能有多少PK值呢 那您觉得小米造车能成功吗 会成为第二个假跃亭吗 欢迎留言评论都看完了就顺便点个赞呗 感谢观众毛眼的频道 下期再见